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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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北京的形势现在已经基本稳定了 我相信我们的女儿在北京是安全的 另外呢 咱们家的工厂刚刚复工 正是忙的时候 我记得她们不是说 不久就要回上海了 你放心吧 等她们回到上海 我想办法 不让女儿去法国了 什么 你不让她们去法国了 是啊 那你不打算攀陈家这门亲吗 动辄进监狱的人 谁敢攀呢 不是你非要撮合他俩在一起的吗 说陈妍年前途无量 必是国家的动量 死一时彼一时吧 夫人 经过了这次五次运动 我真的感悟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像我们国家以小生产 小农经济为基础 一旦应上大的群众运动 我们这人也深属 有资产的人 那就是灭顶之灾 我跟你说女儿的事呢 你跟我说这些事情干吗呀 我肯定要跟你说这些事 你忘了你那时候 白天晚上你都睡不着觉 你是说闹罢课搞三罢那阵子 是啊 那个时候工厂罢工 学校罢课 商铺关门 这不是三罢在我们这儿 全都有了吗 那一个多月 我算了一笔账 我们损失了好几万大人 那不是为了拒钱巴黎合约 为了爱国救国吗 你又不爱国了 我当然爱国了 我认为我比那些学生更爱国 我崇尚的是教育救国 职业救国 反正陈独秀这个亲戚 我柳文耀不敢攀 我也攀不起 说来说去你就是个商人 你谈到利益 就顾不上理想了 夫人啊 理想是什么呀 在我看来 理想就好像是一盏灯 你看着它 心有雅亮当当 但是你要真跟着它走 你会碰到头和血 最重要的是 你看不到头啊 走这条路 是死路还是活路 我心里没有底啊 喝水都自己落啊 各位同仁 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表达歉意 因为我的被捕 新青年已经停刊四个月了 现在 读者 订户 还有社会各界 要求复刊的呼声很高 期待值也很高 所以今天 我们就一一复复刊的事 想必经过此番磨难 各位心里都有一些特殊的感受 望各位职务不严 延无不解 那我先说吧 你怎么会有什么事 我认为我们新青年 最大的弊病就是 同仁轮流编辑制度 这种制度造成了 每一位编辑各行其事 破坏了我们新青年的整体性 平添了随意性 侍侍 你说话要有根据的 那请举例 说明你的观点 例子比比皆是 一抓一大把 我们在这儿讨论事情 一定是对事不对人 请班农先生 不要自行对号入座 我没有任何指责你的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请直言 请不吝点赞 就是 全部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同意新青年废纸同人编辑轮流值班制度 但是我不同意又失职一个人买编 为什么 新青年是仲府一个人带来的 仲府现在已经出狱了 我认为仍旧应该还给仲府 让他一个人去编 仲府 你就当仁不让吧 我们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那个我提议啊 大家鼓掌通过以下决议 新青年七卷一号起 仍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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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心细不这一处大披露 那你的意思是 让世之一个人去编心经验啊 我觉得他为重点合适 大错 这两个人啊 我给你打个比方嘛 假如将韬瑞比作一间仓库吧 独秀先生会在门前竖一杆大旗 大数八个字 内接武器 来者小心 但门是大开的 里边有几杆枪几把刀 一目了然 无需提防 但世之先生 仓库门是紧闭的 门上会有个小纸条 也贴八个字 内武武器 请勿一路 这自然可以是真的 但有些人至少像我这样的 我在推门之前 我总是会侧头地想一想 你的意思还是重手靠谱 是吗 自己松了吧 复告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授 文科研究所指导教师 国师 编短处 短纪员刘石培先生 不幸因病此事 享年三十六岁 为追思刘石培教授 在金学史学文学诸多领域的 杰柱业绩 此定于今日在廖光阁 举行刘石培教授出计仪式 由陈独秀先生主持 中国文学系诸多同学 共同料理 恭请北大同仁参加 这复告啊 一会儿就找个同学啊 给他踢到布告栏去 政府啊 要谢谢你能出面主持 我以身书一生政见不同 学术观点也不同 不过啊 我们彼此 倒是有一些惺惺相惜 能送的一程 也是我的心愿 甚是太可惜了 三十六岁 是 他的那些著作人稿 怎么触不去呢 我组织了几个人 身书遗柱检棋 准备 宋教北大图书馆保存 这也算是我作为 您给我任命的这个 编短处的主任 这最后的一份工作吧 蔡公 我是想政府 但是这样子啊 身书一走啊 国室编短处 他就倒了一根电梁柱 现在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徐树峥这个人呢 他想趁机把他收回去 仍然是叫国室官 归国务院里的 如果他要做成了 忠福啊 那北大历史区学科 那可就是塌了大半天 徐树峥他是个军阀 我不能让他玷污了学问 忠福你是知道 一九一七年我刚到北大想要等学 我是应酬范园来手中给他要回来 我进行重组 我亲自兼人主任 目的就是要让北大 成立一名 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学学科 我的理想就是要编写出一部 真正的中国同事 彩虹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是做成了 也确实是功德我们呀 只是我现在 我想 你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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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昨天晚上 我把申书以前报上来的 博士编转书的提纲 我看你 我嫉妒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他把政治史 长篇之志和文明史之风俗 这两部分都基本完成 政治史三十六寸 文明史二十七寸 完成得相当好 还留下了不少具有价值的出口 众子 谁说这么一走 你知道这个工作 应该说是叫工程啊 那很可能就要搁浅 我曾经跟你说过多少次 我也请求您能到辩短处来解体他 因为我相信只有你有这个能力 因为你要是不来的话 那这个工作就基本上是留着 蔡公 我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不不不不 众子 你我都是兄弟 你我们何必谈蟹子 我现在就想听你一个准确的回答结果 蔡公 我考虑再三 你考虑 你考虑你考虑你考虑 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你都都考虑 蔡公 我是要走的 现在 北大已经形成了各个学派 我当初跟您一起制定的改革计划 也都已经实现了 我该离开北大了 我说心里话我是知道你是会有这种回答的 我明白北大这块舞台太小了 你是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人 应该到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我此时此刻我想到那年大雪纷飞 我迎先生到北大来 如今天凉入秋 我却要送先生离开 不好说 当然 众主 我坚信你是北大的人 请你相信 无论你走到哪儿 北大和我才远赔 都是你中府的后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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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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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念 稍等一下 你先去找你守长叔叔 我自己走走 行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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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们几个凑一堆 这是要去哪儿啊 能去哪儿啊 你离开北大 我们来给你送行 是之呢 武大臣出国 是之张罗者欢送你了 武大臣出国什么意思 是之用莫我出的赞助 为罗嘉伦断锡鹏的五人 搬成赴美留学 北大人戏称 武大臣出国 最近出国留学的很多呀 可不是吗 胡思念没有挤进武大臣之中 是之就想办法在山东 给他搞了一个名额 现在人也去美国了 还有许德恒等人 是去法国轻功俭学 武思军弄的先锋都走了 让人感觉 这些有点秋风萧瑟的味道 但愿他们都能走上一条争骨 我也要去英国了 我知道 关东 我给你写了一幅字 本来想专程给你送过去 既然在这儿告别 那现在我给你弄 好 没有冲天志 飘咬洪海间 宝然细成孤 游子 绝追攀 韩影被人收 孤云公网还 道逢王子进 早晚向三山 有点舍不得这里 舍不得你 舍不得咱们的新青年 新青年还在 现在就是新青年的海外 同一年纪 我们还在一条账号 希望你还能再给新青年 写一张 特别是你的时刻 现在可说无人能及了 这不说 你有讲话 我一定努力 许刚才 忠诚 你说你放着好多教授 你偏偏要去编那个 不伦不类的杂志 你这一跑 中国便是少了一步通事 这是多大的损失 你可能想过这个问题 许刚兄 你做你的时刻 我搞我的不论不类 至于是否损失 历史自有功能 不可救了 你还能够千青年 忠福兄 忠福兄 总 您去才能将 一溪上线 战斗不止 先帝毛冻 阿神凤 真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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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深秋之际 骏马秋风赛北 双铃染醉 我们约上青年人 一同去逛逛长城 如何 城头无限金骨 眼前万里观山 情景俱瞎 天津的马骏 还有周恩来成立了一个觉悟社 让我明天去给他们讲讲 我们周末如何 我们周末如何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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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谓壮别 何处望神읒 满眼风光 看孤狼 城城吧 城城 曾经是我们的先人 梦想 抵御外敌的一道屏障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 多少治世人人 舍身旧国 血流飘瘦 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 空有着残垣万里 至今却依然是窗里满路 在这个强盗的世界里 一败再败 任人轻无 赴国强兵之路竟在何方 众队长 我们都认为 我们应该勇敢地站起来 把旧世界挡个落花入水 说得好 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融主义 现在是应该抛弃的吧 我们理想的新社会 是诚实的 进步的 积极的 自由的 平等的 创造的 美的 善的 和平的 相爱互助的 劳动而愉悦的 全社会幸福的 希望那虚伪的 保守的 消极的 束缚的 阶级的 殷习的 丑的 恶的 战斗的 压力不安的 懒惰而烦闷的 少数幸福的现象 渐渐减少 至于消灭 我们对世界上各种民主 都应该表示 永爱的情人 但对于侵略主义 和战友主义的 军法和财法 我们不得不以敌意相待 我们的主张 是民众的领头 是社会改造 要和过去 以及现在各派政大 绝对断绝关系 我们相信真正的民主政治 必会把政权分配给人民大众 不以财富有无为标准 我们反对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 或以阶级利益 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同学们 自鸦片战争之后 我们中国人 为了寻找救国的药方 已经有八十条 可以说是尝遍了各种药方 但是今天 在这个古长城上 我和祝福先生 在你们的身上 看到了这个事 同学们 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销 我希望你们 以青春的力量 去实现 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 去重建 我们这个民族的 伟大会况 别听了吗 我们俩要来演讲 我们各自去感受长城 好 楚天千里青秋 水随天去秋无尽 落日楼头 断红生里 江南游子 把我看药 栏杆拍遍 无人会 当于一 我看谁先爬上去 首长 你知道吗 我在牢里面待了三个多月 我重点读了兽蕊学书 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书籍和资料 我现在可以确切地告诉你 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 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说说 你等我 我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呀 我马上要去法国了 你娶了我吧 不是 易同志 咱们俩不都说好了吗 咱们俩就是同志 不可能发展成那种关系 再说呢 你马上都要去法国了 咱们俩以后能不能见面 什么时候能见面也说不准呢 我最后问你一遍 去 还是不去 去贤 去贤同志 我对着长城发誓 不能去你 你别这样 我去哭长城去 哭倒了长城 砸死 虽然现在 我还没能十分肯定 但是大体上 已经有了一个出国的概念 那就是 也许只有马克思主义 可以救中国 也许只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 才能救中国 正复兴当人之一 岂无人归 为侠满天了 我真是想为你这个思想生花 大声和哉 我真是想冲这个长城 大声呼喊 中国有救了 所以我说 新青年复刊 要重点宣传和引进马克思主义 要宣传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 要把半刊的重点 由原来的思想启蒙 转到探寻旧国的道理 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上来 这边看 我已经正式提出申请了 下一个学期 我要开设唯武史冠 和国际公园运动这个部份 同时我还要建立 马克思学术演技会 为将来 提供你的个政治性组织 做好准备 好 国长 还是你想得上远 武司令任这个事件之后 我们确实有些问题 需要想得深一点 关键是 我们要重新再造一个国家 再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而且要让国人 生活在幸福的生活里 说得好 这也是我们新青年复刊 宣言的主旨 苏长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 人人 徐宗不思论 人心一性 家义努力 借前而无头 为太阳而向光明 为世界尽文明 为人类告幸福 以新春之我 尝见新春之家庭 新春之国家 新春之民族 新春之人类 新春之地球 新春之宇宙 自乐 祈福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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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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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了 酝酿了五年 好事多么 林行 还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说 你们了解我的为人 不说我憋的话 据我所知 是欧战结束 经济萧条 法国失业率很高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的国民政府 是个空架子 没有裁员 是靠向外国借钱过日子 这样的政府 资助的中法大学 靠得住吗 所以 你们要有 上不了学的思想准备 吴志辉先生 你 听我说完好吗 说实话 对于去法国勤工俭学 或者是保留意见的 一下子几千人过去 语言又不过关 又没有充足的经费 不可能大家都有学商 弄不好 就很可能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 我们对困难有思想准备 这个您不必担心 我担心 我担心的 还不仅仅是这些 还有你们的信仰问题 这个您也不必担心 我跟乔年 我们俩都是有信仰的人 我知道 特别是你 延年 我知道你对无政府主义 已经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了 在上海跟黄凌霜等人 还组织成立了进化社 主编 进化 越看和从数 还遭到了政府和询补方的通缉 我都知道 你们的动机是爱过 救过 但你们对无政府主义的 执着和偏爱也是我担心的 我们对信仰的选择 是经过长期的比较和验证的 我也经过了长期的比较和验证 念念 我也曾经试图 试图用互助论的理论和原则 去拯救中国 可是行得通吗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最初办那个公读护助社 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以为 我现在以为 本质的原因 是一点一滴地去改良中国 行不通的 中国要想自抢 就必须要经过一场 持续性的 革命性的大变革 你现在下这个节目还为时尚早 不早 我们徘徊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我们已经到了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 小年 小年 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太固执 太迷信一种理论 抽时间有时间 去读一读 马克思著作 去研究一下 素维埃俄国的现状 不要一味地排斥 行吗 应该这个在你们接受 好 好 好 咱 我 把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父亲 我本应该 呵护你们 健康成长 平安生活 可是作为父亲 多希望 我们父子三人 能够有一天 在同一条账号里面 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去做一件事 这也是我们希望的 好 那收拾东西吧 上周陈独秀搬走了 他的北大的办公用品 周末又和李大钊等人 一起去了长城 昨天他在高等师范做了报告 这是报告内容的 陈独秀这种人啊 盯还是要盯他 但这盯人是要有学问的 既不能让他脱离你的世界 又不能让他发现你 尤其是现在 南北一和时期 不能因为他再出了什么乱子 不过呢 最近只要不出什么大事的话 可以放松一下 兄弟们也辛苦 那个 以不出事为原则 明白 去吧 我下高等人 买购 买购 参天区开设新庆言 发表粉丝宣言 提出新庆证中心 参天区开设新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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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周伯秀 时智 来来来 坐在这儿 好 你去 张师傭发了一封电报 我本来想给你送去的 后来呢 我跟时智在谈试走不开 我就请你过来了 你看一眼 这行言从广东大陆 行言现在是南方政府的秘书长 也是南北义和的代理 他说啊 广东军政府已经批准了 陈永的方案 准备要筹办西南大学 委托张世昭 郑明 还有我们两个人 作为筹办员 去负责西南大学的筹备方案 张世昭说呀 他说希望你啊 到上海去一趟与他见面 然后再去广州 有万人店 那将军团座 在更布